Prada这次终于找对代言人了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7月11号 国际著名的奢侈品牌Prada 在7月10号 官方宣布了和中国女卒达成了代言协议 将负责中国女卒的场外服装和旅行服装 不是运动服 场外服装和旅行期间的服装 出了几张照片 中国女卒穿着Prada的西装 定制的西装 合影的照片 然后很快 Prada这次找对人了词条 就冲上了热搜 为什么呢 这里头是有梗的 Prada虽然是国际知名的奢侈大牌 在奢侈品界地位很高 但是他选中国区的代言人却是屡屡翻车 不是这个出事就是那个出事 不塌房就翻车 反正是各种各样出问题 所以一直被大家作为一个饭后谈资来津津乐道 早期的时候 他找过柯震东代言 现在可能大家已经记不得了 因为他确实已经淡出很久了 当年在台湾那边很有希望的小生 他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后来是因为吸食某些东西返车了 后来 Prada在大陆地区先后找的几个代言人都很有意思 Prada签的代言人是女性郑爽 郑爽很有名了 当然他出名不是因为他会演戏而是他的各种种种丑闻 未婚生子 然后跟男朋友之间各种各样思来思去 最出名的还是他一部戏挣了好几千万 每天挣208万 208万后来就成了一个数字计量单位叫一爽 然后郑爽出事 他房是在跟Prada签约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 高签约没几天郑爽就出事了 Prada又紧急的跟他解除合作 但是Prada的眼光也并没有精进到哪去 后面他又接连两个男性代言人 一个是李一峰 一个是吴亦凡 吴亦凡还没跟Prada合作 没怎么拍宣传 什么这那的 还没有进行深度合作 达成了意向签了约 结果就出事了 而且一出就是大事 直接进去采风阵机十几年 反反塌了个彻彻底底 然后下一位代言人是风风 李一峰 李一峰是跟Prada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 拍了很多的广告照片什么的 然后参加了不少的活动 结果就是在李一峰出事之前 他有一场Prada的活动 他因故缺席了 大家还都在纷纷猜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当时李一峰已经出事被扣了 然后在官宣了之后 Prada又紧急宣布跟李一峰先生结束合作 然后后来Prada又找了谁做代言人 坤坤蔡旭坤 你看他找的其实没毛病 找的都是顶流 但是我国的顶流 尤其是男顶流 女顶流出问题 现在也就正爽一个男顶流 那真是 男顶流的翻车率和塌房率 现在已经高达80%了 基本上五个到四个 剩下一个瑟瑟发抖 所以Prada的最新的代言人坤坤 现在虽然还没有官宣说跟坤坤解除合作 但是坤坤又出事了 坤坤出这个问题 虽然你不能说跟凡凡性质相当 但是这个也算是丑闻 现在这个事还没有完全过去 压力又来到Prada这边 所以Prada这次学聪明了 我签一个绝对不会塌房 我找中国女卒 又能象征着中国精神 又能在中国市场有足够的知名度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中国女卒她不会塌房 虽然但是中国女卒作为奢侈品代言人 感觉有点怪怪的 因为女卒收入一直都很低 不像男卒 甭管到哪 你看那一大包小包的全都是世界知名名牌包 飞机也坐的是投资舱 女卒到哪都是经济舱的 是不是目标消费用户不一定 但是她踏实 她稳当 她不会出事 所以Prada这次确实是选对人了 以后就别老围着那些顶流转了 顶流确实是背后公司给运作运作 就成了你的代言人了 看着金光闪闪 看着非常阳气 看着无比手 又怎么样 他们塌起来速度 比他们立起来速度快多了 往往一夜之间就出事 其实顶流老出事 这个是有原因的 他们作为各种各样练习生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训 各种培训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一旦成名了之后 巨大的金钱利益 什么什么的扑面而来 能站得稳才怪呢 很难不出问题 所以大染缸就是大染缸 你让一个小孩 突然拥有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 他就一定会把持不住 对吧 这也难怪 但是祝贺Prada 这回找对了代言人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